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我想各位同學都很喜歡貓吧 在今年大年初四的時候 也就是前幾天 老師就跟我的女朋友到西門町去 西門町有一個賣糯米長的 蠻好吃的 老師就跟我女朋友坐在那邊吃糯米長 結果就突然聽到一隻貓聲的咪咪咪咪 有一隻貓叫得好淒涼喔 結果我女朋友就順著這個聲音逛過去 結果看到那邊有一個箱子 箱子裡面裝了兩隻貓 也不曉得是誰很殘忍地從媽媽的身邊 把這個小貓 兩隻小貓把牠抓出來 我們在想可能是小孩子在玩嘛 就把牠抓出來之後就丟在這個箱子裡面 就在路邊 這兩隻貓喔 一個是黑色斑點的貓 一個是黑色條紋的貓 那隻黑色斑點的貓就躺在那邊 就是陰陰一喜的這樣子 可是另外一隻黑色條紋的貓就不一樣了 拼命地往前爬 試圖爬出這個箱子 好像要去找媽媽人的樣子 我女朋友看了就好心疼喔 因為那天剛好飄著一些雨 天氣又好冷 所以我女朋友伸出手去把牠抱在手上 抱在手上就這樣愛撫著 摸著摸著 大概摸了三四分鐘快五分鐘了 結果那天下午我們就回到家裡 回到家裡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就看我女朋友 手一直在摸自己的手 不知道在摸什麼東西 我就過去問她說你怎麼了 手會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女朋友跟我說 沒有她在搶下午的那隻貓 她覺得好心疼喔 今天晚上不知道她 會不會活過今天晚上 說著說著眼淚就掉下來了 所以在那一剎那 我們就決定 一起去把那隻貓把牠帶回來 所以我們就走了 我還記得那天晚上 我們兩個人就一起走 從家裡一直走到西門町去 我想我這一輩子大概都會記得那個晚上 一到了那個地方 果然那隻貓還在原地 我女朋友好高興 我就把牠抱在手上 給牠的衣服穿 所以這隻貓 把牠抱在手上之後 我想請教一下各位同學 如果是你們的話 你會不會跟我女朋友一樣 去選擇那隻生命力比較強的 那隻貓 還是會選擇 躺在那邊奄奄一喜的貓 我想答案大概是肯定了吧 沒有任何一個人 會去選擇一個 躺在地上不動的那個生物 我們都會去選擇那一個 真正的拼命的 掙扎的 試圖尋求生命出路的貓 對不對 所以那一天 當那隻貓到了我 女朋友的手上了之後 在那一刻 那隻貓獲得了幸福 所以永遠相信一件事情 這個天助自助者 上天只願意幫助那些 自己願意幫助自己的人 就像我手上握的這隻貓一樣 這隻貓就是前三天 我跟我女朋友 從心本一定把牠帶回來的 因為我們是在大年初五的 凌晨十二點見到牠 所以牠的名字叫做初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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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